这条消息让火箭球迷对未来充满期待,随后塔克一些话,更是热血沸腾勇士获得总冠军了,意料之中,所以,比赛过后,似乎各路球迷也没有过于激动,也没有过于沮丧,毕竟,今年最精彩的对决,在西部决赛七场打完之后已经结束了,不管是勇士还是火箭进入总决赛,赛过基本都是一样的, 所以,广大的火箭球迷更关心的是,下一个赛季,球队该如何击败勇士,就在今天,雅虎天狱爆出一条消息说,在未来几周,火箭核心哈登和保罗将会积极招募骑士球员勒布朗詹姆斯,这个消息让火箭球迷对未来充满了期待,属于自己的三巨头真的要实现了吗? 最早是说保罗招募勒布朗,但是火箭球迷一直在等待哈登的消息,毕竟目前的火箭哈登的态度至关重要,如果哈登有别的想法,那么,勒布朗的加盟一定不会顺利实现, 但是,大多数火箭球迷都觉得,登哥是个胸怀广阔的人,不会在意球队内什么老大老二地位的,今天雅虎体育爆出这条消息,哈登也会积极招募勒布朗,火箭球迷就放心了,毕竟一个球队,气氛融洽才是最重要的, 本赛季的西绝火箭输得非常不服,而在后追梦格林还说如果一哥没伤,勇士可以自比一火箭,让球迷更加不爽,有球迷就说,勇士贵为四巨头球员,却因为一哥伤了,就成为连输两场的原因, 那么,在第六场和第七场,火箭核心之一的,保罗伤了,是不是能说勇士运气好到天边了呢? 当然,火箭队员也很不服,塔克今天在接受采访时,一些话更是热血沸腾,塔克说,希望杜兰特继续留在勇士,这样火箭就可以得到另一个机会击败他和勇士, 还是邪王霸气,今年在哪里跌倒,明年就要在哪里爬起来,可以说,塔克的话,也代表了广大火箭球迷的心声,今年输得不服,明年还要接着干,有球迷表示,说实话,去年黑背走的时候,我很怕火箭的蟑螂精神随之而去,很幸运,我们又有了更大只的垃圾狗,就是喜欢这种球员,强硬,畸形,永不言败, 那么,随着勇士球员可能的降薪选择,他们基本不会解散,你觉得火箭在接下来的几年,可以会像塔克说的那样连续击败他们吗?